欢迎来到晨星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迪丽热巴也无戏可拍 曾透露七八个月没戏拍 明道综艺上大土湖水 迪丽热巴张星宇新剧 爱情高级定制 路透照曝光 照片中两人时尚气息十足 井井相依微 有说有笑 张星宇身材恢复得很不错 迪丽热巴看起来心情很好 还记得迪丽热巴曾经在综艺里大呼自己无戏可拍 希望导演找他拍戏吗 当时我们还觉得他是开玩笑 毕竟他位那么大 资源应该会自己找上门吧 但是从他当时的微微皱起的眉头 以及现在拍戏时的开心来看 迪丽热巴没有骗我们 这边牵扯到了今年是否是影视寒冬的问题了 进没进寒冬不知道 但是光是恒电开机率锐减就足以说明问题 大家别看之前新闻报道的明星已经能拿上百万那种数字 不说那时能拿到这样的工资都是演员行业的高手 现在有戏可拍的演员就很少 现在迪丽热巴都无戏可拍 不难想象比他咖位更低的明星的现状 也许迪丽热巴是幸运的 因为他可以接着综艺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毕竟其他人可没机会让我们听到他们的心声 除此之外明道还在节目中说这是今年自己的第一部戏 言真一切让听众陷入深思 明道这么优秀 他自己说一直也难医 但久而久之没拍戏了 这次专门到节目来历练的 娱乐圈明星无戏可拍不是偶然 那些大牌明星经常上综艺是有原因的 他们就是没戏拍所以得上综艺刷热度 让大家看到他们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综艺难度不断升级 这次高以祥事件就是一个爆发点 这样看来娱乐圈也没那么好混 有资源有流量照样没戏可拍 但演员要放弃吗 这可不一定 因为坚持就是胜利 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王者 接杨幂挖心过程 张云龙换鞋被带走 张冰冰的经历更是爆笑 如今的杨幂风头震望 不仅有着带货王的称号 就连和丈夫离婚也是大火了一把 而最让人羡慕的是 她带出来的明星却是一个比一个火 如高伟光 迪丽热巴这些 当然 她本人也是靠着当年的一部穿越剧 公 大火后 一直人气飙升 直到现如今也是一直活跃在娱乐圈中 尤其是《三生三世》的播出后 更是红遍大江南北 如今杨幂的影响力 是很多明星一辈子都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说起杨幂的眼光独 看好的演员都是杠杠的能抗射 无论是哪一个演员 都是大家能够一眼记住的 比如迪丽热巴 张冰冰 而她旗下的演员都不是网红脸 辨识度非常高 很多人都羡慕杨幂是怎么挖掘到如此好苗子的 先来说说迪丽热巴 在当年热巴参加王的盛宴的时候 被杨幂一眼看中 之后也是非常顺利的进入了娱乐圈 而张云龙则是很猛逼的就被杨幂带走了 据说她当时在宿舍楼下 就被杨幂给稀里糊涂的带走签约了 网友们都说杨幂的眼光真是好到爆表 选中的这几位都大火了 不过杨幂也是细心栽培着他们 好资源都尽量留给了旗下的这几位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